十三星島日報 發債融資速三跑 2015年7月10日會日雜誌A16至成一派林健鋒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 是關乎香港長遠發展,以及維持本港國際金融、貿易、物流中心地位的重要工程 香港國際機場目前的雙跑道系統即將達到飽和 因此,興建三跑系統已是必在微節 若繼續糾纏於見不見、花多少錢見 恐怕將耗費光陰、助捨良機、武儀、三跑系統高達1415億元的建造費令社會關注 早前機管局已提出有針對性的共同承擔原則以應付開支 由機管局運用內部資金或借貸、再加上用者收費等方式進行融資 其中向銀行借貸、發債等方式進行融資的款項約為530億元 這近耗半高息雜資就此我建議機管局參考政府發行通脹的 與債券耗半的形式 向香港市民發債以略高於通脹的息率 融資以百至三百億元 如此一來,既為香港市民提供多一個約價穩定回報的投資渠道 亦能為機場建設迅速籌集資金 這近過往政府發行內半時的經驗 相信由順太平級極佳的機管局發債 對市民來說有一定吸引力 至於發債的規模、認識、利率以及還款年期等具體細節 則可由機管局及特區政府在座深入研究 除了發債之外,機管局早前亦提出 按照用者自負的原則 向每位旅客或一徵收180元的機場建設費 而作三跑工程費的其中一個集資渠道 亦引起了市民的關注 我認為可按行程的長短及機位類別來分別收費 因為香港機場的使用率有七成屬於旅客 而本港市民前往倫近亞太地區旅遊、工作的比例較高 因此,對於短途旅客來說 承擔較低水平的一個機場建設費更為合理 興建第三跑道已經迫在微節 即使如其在2016年開始動工 預計也要2023年才落成 佳時,香港的雙跑道系統已經超負荷營運多年 不僅為旅客或市民帶來不便 更令香港白白流失經濟發展機遇 加上最近多項大型工程研誤 以及建築成本不斷上升的經驗 三跑工程亦可能面對不少的困難 因此,特區政府及基本局應廣納建言 以設合港人利益的方式發債融資 令市民將來不僅能享用三跑的便利 更可在興建三跑的過程中受益 以凝聚市民共識 推動三跑盡快落成 林健鋒經濟民生聯盟成員 比你一樣聚洲你就旅行